是豆瓣的 这个豆瓣我不知道台湾人知不知道 就是豆瓣是一个文艺青年聚集地 文艺青年聚集地 那这位叫做 司政客再逃公主的一个账号 写的这样一个贴文 他说 楼主是第一次出国 那要我猜肯定是高中毕业 出来念大学 那根据之前在网上了解到的 感觉外国有人都特别喜欢 中国文化 全世界都在学中文 上飞机拿自己护照出来 都特别特别骄傲 等着别人跟我打招呼 Wow, you come from China 我给大家看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 看见没有 Wow, you come from China 知道吧 说结果到了加拿大 跟朋友们介绍自己 说楼主是江苏人 说到苏州园林没有人知道 说到南京也不知道 我有点震惊 为什么南京不知道 问他们有没有听过南京大屠杀 我还记得高中看张纯儒的南京大屠杀 自自泣血 怎么会没听过呢 结果真的没人知道 后面我怕涉及 ZZ话题没再提 ZZ话题 ZZ话题没再提 什么意思 政治 你看到他 他完全他不知道 说国外政治话题 是可以随便提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按照他在中国的这个习惯 他认为说 你只要提政治话题 ZZ话题 那你就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说他不敢提 他离开中国 他也不敢提 看到没有 说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 跌宕起伏 为什么外国有人 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我二十年都生活在中国 二十岁 所以高中毕业 应该是个小女孩 在逃公主 公主 应该是个年轻女孩 二十岁的女孩 我二十年都生活在中国 没去过其他国家 一直以为祖国一些历史什么的 都是举世文明 落差有点大 原来自己在国内 都是自欺欺人 特别可爱 这个女孩子 我给你们看 好 然后呢 就说他这是 发了这个 之后好多好多人 肯定给他留言嘛 很多很多人 给他留言 然后呢 他写的 后来补了一段 也很可爱 我给大家念 说 我就像养在家里的狗 给家里狂的不行 给家里狂的不行 台湾人就叫狂的不行的意思 狂的不行就是非常非常狂 非常非常狂 那被送到别人家之后 乖的一匹 乖的一匹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非常非常乖的意思 每天诚惶诚恐 生活的磕磕绊绊 生怕别人觉得国人没素质 不通的文化环境 每天都在给我冲击 我会对一些外国友人 对中国文化的混淆 刻板印象等等 暗戳戳生气 也会惊叹于下雪的清晨 一个穿黑色大衣的老人 在圣路易广场上 虔诚祷告 灰扑扑的鸽子 都聚集在他周围 茫茫雪中 他们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影像 你看到 我就说 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女孩子 你看到没有 二十岁 有希望的一个女孩子 她还能感受到那种美 感受到那一种东西 她是有感受力的一个女孩子 她是有希望的 她是中国有希望的年轻一代 然后她说什么 她说 希望中国文化能走向世界 我真的很爱中国文化 上下五千年 这么跌宕的历史宣传部门 这么跌宕的历史 宣传部门能不能好好利用 韩国和日本的亚裔朋友 和好多人都有话题聊 有点羡慕 然后说 希望我下次要用身份证明的时候 能特别 特别 特别骄傲的 拿出我的中国护照 三个特别 放了三个特别 能特别 特别 特别 特别骄傲的 拿出我的中国护照 好吧 是不是很可爱 很可爱 然后你看好多人说 演的吧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演的 我觉得他是真的 然后说 然后你看到就是第三条 好好好 就好好好 这是白纸革命的时候的那种犯 就是那种 就意味着这个人 他是知道白纸革命 而且支持白纸革命的人 然后他就说 就有点好奇 楼主是从什么网 获得这些认知的 然后这位思政客 再逃公主 说小红书 小红书 在小红书上得到的 他小红书上是什么东西 小红书上面就是网红 就跟抖音一样 小红书上面就是网红 那换句话说 他就有点像是 你知道就是 有些台湾的朋友 就跟我讲说 就是他们天天看陆沛 说爱台湾 爱台湾 他们就以为陆沛都爱台湾 对 你知道了吧 那网红路配爱台湾 不代表所有路配都爱台湾 是不是 那在小红书这样的 一个平台上面 那所有在中国 吃中国人这碗饭的 网红的外国人 当然他们都会说爱中国 他们当然都会说爱中国 是不是 都会说爱中国 爱中国文化 所有的这一切 那中国多么的上下五千年 多么的了不起 每个都在积极的学习 就是你看到这个女孩子 你就能看到说台湾的 至少是一部分人 他们为什么 就是说 他们以为 中国人对他们都是善意的 你以为中国人都是爱台湾的 中国人也永远都希望 台湾是和平的 无论如何都不会 武力攻打台湾 那如果你去拿着陆沛的 这一个极小的网红的群体 他们爱台湾 你就说好 整个陆沛群体都爱台湾 他们都反对中国统一台湾 或者甚至扩大到 整个中国人 他们都反对中国统一台湾 那当然是错的嘛 那完完全全是错的 对 但是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他为什么 没有任何东西 能突破这样一个宣传 那你 那你譬如说 我知道就是很多台湾的朋友 大家都看陆沛的视频 但是里面有多少人 是真的相信说 所有陆沛 或者甚至说 扩大到所有中国人 都像这些网红陆沛一样 爱台湾 那就是说 就是 就是他一定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知道那不是那样的 就是说 这是网红陆沛 是网红陆沛 陆沛是陆沛 中国人又是中国人 这个都是分开来看的嘛 分开来看 那无论如何 网红陆沛 我不知道有多少 最多一千 最多一千吧 那整个陆沛的群体 在台湾有多少 就是三十多万吧 那你 你怎么能让一千人 代表三十多万人 你又怎么能让 三十多万人 代表十四亿中国人 这你当然完全不能 不能等同起来 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 哪怕看陆沛视频 心里也知道说 你是不能这样去推的 那为什么这个女孩子 这个二十岁的 一个年轻的这个女孩子 你看她的这个行文 我刚才给大家念了 你看到她的文笔 看她的行文 她是一个挺真诚的 挺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那她为什么 她就真的就 就完完全全彻底的 被中共的这个内宣 骗得团团转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就是我的大学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刚是中国互联网 它慢慢兴起的时候 就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 中共还没有能力 控制到互联网的每个层面 所以那个时候 有大量的那种 就是自己经营的论坛 就是自己经营的论坛 就是说可能 譬如说有一些人 很喜欢种菜 就开了个种菜论坛 有些人很喜欢 这个养花 就开了个养花论坛 有些人喜欢网购 就弄了个网购讨论坛 对不对 有些人喜欢文学 就弄了一个文学论坛 对吧 那每个学校 都有每个学校的这个论坛 最早的时候 中共它是没有能力 把每个论坛都控制起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 互联网刚刚发展 那是属于大家 就完完全全就是自由 就是在一开始 它至少是你能够自由的 去运营这些论坛 那但是中共知道说 他们普通人 是可能在这些论坛上 获取一些资讯的 获取一些资讯的 因为你知道 中共控制媒体 这个它一贯 它都控制的很严的嘛 就是党媒嘛 党媒姓党 就是在党媒姓党之前 就是中共的媒体 你要报什么新闻 你自然也都是要经过审核的 你都是要 按照中共的规矩来的 但是这种刚刚 开始运作的这种论坛 它是没有办法 做言论的这种审查的 至少一开始 它是没办法的 一开始它是没办法的 但是后来 他们当然就有 各种各样的办法了 它后来就有 各种各样的办法 那你譬如说 我那个时候 我就是 我其实就亲眼看着 就是我常去的那些论坛 它怎么从一个 就是说至少大家还能够 隐晦的讨论一些政治话题 用一些待遇 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我常去的那个论坛 在习近平上台的那个时候 还会很隐晦的说 熬八年就好了 就还能说这种话 熬八年就好了 那后来就彻底 就是所有政治 跟政治刮一点边的 完全都消失 那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 其实在幕后发生了什么 你刚好我看到一个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那他呢 发的一个 就是说北京大学 北大树洞 这个论坛 被北大团委下属机构 青年研究中心正式接管 这就是共青团 下面的人干的 这就是共青团 下面的人干的 所以说很多朋友跟我讲说 到底共青团 它干了什么坏事 到底共青团 它是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给你看一看 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 是团委出面干 为什么不是党委干 为什么不是党委干 为什么是团委干 因为党 这个共产党 它呢 它的一个青年的 这个机构 叫做共青团 共青团 大家可能只知道 共青团这三个字 你不知道这个全文 全文道叫 共产主义青年团 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是很多朋友说 就是中 就是国民党的救国团 知道吧 国民党的那个救国团 什么之类的 就是青年组织 青年机构 那大学生自然就是青年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出国 吓傻了这个女孩 她就是青年嘛 那么你统战青年 去让青年的思想 跟党一致 就跟这个女孩一样 对吧 她出国为什么吓傻了 因为她在中国 听到的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让青年的思想 跟党一致 我昨天跟大家解释过 什么是统战 统战就是说 你有一群人 这群人 可能你譬如说 是北大学生 这群人 对吧 或者说我当时去的 那个论坛 就是那个论坛上的一群人 你有这么一群人 好 那你如何确保 这群人 跟党的思路是一致的 跟党的思路 完全想的一样 你就是安插人进去 在这个群体中 监控 辨别 影响 控制 让这群人最终 跟党的 跟党的想法一致 那就好像 譬如说在台湾 有些人完全他想的 跟中共想的一模一样 那中共 中共说只要 这个 他们统治台湾 台湾人民就过得很好 那这些人也说 只要中共统治台湾 台湾人民就过得很好 对吧 说蔡英文挑衅 说民进党 是台独 挑衅 那选上国民党 两岸就没有战场 之类之类 那 这就是统战的效果 这是统战的效果 统战的效果 就是让你想的 跟党想的一样 对吧 那做青年工作的 那其实主导 几乎就是共青团 因为是做青年的工作 那这个北大 他自己的这个论坛 他为什么 共产党 就是共青团 他一定要把这个论坛 控制在手里呢 是因为这个北大树洞 一开始是一个匿名的 信息发送平台 是学生自己开发 管理起来的 一个匿名的 信息发送平台 也就是说 很多人可以在这里面 说实话 简而言之就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 可以在这里面 说实话 那说 这个绝大多数同学 都会在树洞中 获取并发布信息 每天大概有 两千条的信息 那然后呢 就是这个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个共青团 他们下属的是北大的团委 什么是团委 就是说这个 我看一下 这个团委 他叫 就叫共青团 北京大学委员会 叫团委 团委 那就 你怎么想这个事情呢 就是很多人来问我说 到底加入共青团严重 还是做共青团的 这个组织机构里边的 这个干部 严重 那当然是加入共青团 不严重 做这个共青团的 这个干部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你只要 你想要 考入大学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就必须是共青团员 你是必须是共青团员 它就是一种被迫的东西 你有朋友跟我讲说 是必须是 品学兼优的学生 才能是共青团员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 因为我实话来讲 就是我的成绩一直不差 我的成绩一直不差 我的学校也不差 所以在我印象里 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入共青团 那可能说 有一些可能 成绩不那么好的人 或者成绩不那么 不那么好的学校 可能它不是所有人 必须入共青团 这个我已经不知道了 但我只知道 就是说 它是一个强迫的东西 它是一个强迫的东西 它没有你选择的权利 反正就是某一天 他老师就说 你们交照片 你把照片交上去 他就给你发了一个 共青团员团证 就是这样 那没有任何你说 不的权利 所以说 我一直都是共青团员 我一直都是共青团员 那共青团员 和共青团组织的 这个干部的差别 在哪里呢 因为共青团员 它是强迫你入的 它是强迫你入的 换句话说 一定程度上 你可以说 我们就一下子就被变成统战对象了 就是所有的共青团员 是共青团干部的统战对象 然后呢 你比如说 我上了这个大学 你比如说这个北大的这个大学 所有的大学生都是共青团员 那共青团员里面的一个 这个就是这个领导机构 那自然就是团委 就是共青团员 就是共青团员 北京大学委员会 团委 团委 它就有点像共产党那个党支部 它就属于这个 这个所有党员的 这个领导 那所有团员的领导 自然就是团委 自然就是团委 那这种东西 它跟 比如说有人跟我讲说 那 那那它到底跟一个 譬如说麦当劳里面的 这些劳工团体 它的区别在哪里 它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说 譬如说麦当劳 说麦当劳的工人 自己自发组建起来 这样一个团体 维护工人利益 但是你麦当劳的劳工团体 它不接受 这个 譬如说台湾劳工总会的领导 它不接受台湾劳工总会的领导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上下级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台湾劳工总会可以打个电话 给这个麦当劳的劳工的团体 说你们这个劳工团体里面的某某某 说了我们总部的坏话 把它给我开除 这个不可以 对不对 但是共产党的体系不是这样 共产党的体系是非常严密的 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结构 共产党的所有团体 都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金字塔结构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清楚 它是跟民主社会完完全全不同 它跟民主社会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非常明确的金字塔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呢 这个表面上 你说这个在北大里面的这个共产团 它的它是团员 那然后他们的领导机构是团委 你如果按照民主社会的思维去想 你就会以为说 哦那团员选出团委 对不对 团员就像是台湾人民 团委就像是蔡英文政府 那最终蔡英文的权力是由台湾人民来制约的 对不对 那但是在中国 你比如说北大的这些共产团员 他们对于这个团委是没有任何能力的 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换句话说实际上反倒是倒过来的 你上级比你的下级 你都是更革命的 更先进的 所以说就是共产团的团委 这个核心的这个领导 上级派下来的 上级派下来的核心的这个领导 他是来帮扶共产团员的 他是来帮助落后的共产团员的 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话术 你们知道吗 这是共产党的话术 在民主国家 权力来自于人民 人民选择自己的领袖 人民也可以制约自己的领袖 监督自己的领袖 但那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领袖和人民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蔡英文并不比你们 多一只手 多一只脚 多一些智慧 这个人 他们是 大家都是人嘛 大家都是人 那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 在中国就共产团的团委 他们就是更革命的人 更先进的人 那所以说呢 他们就来帮扶这些低级的 共产团员 那当然共产团员 北大的共产团员 在这个系统里面 他们是低级的 但是当共产团员 深入群众的时候 他们在群众 普通群众里面的时候 他们又高级了 他们又高级了 他们来帮扶普通群众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统战 帮扶 领导 普通群众了 知道吧 这就是 所以说 永远在共产党体系里面 上 比下 要 要 要大的 多的多 上 完全控制下 完全控制下 而且你下 如果不听上面的 控制 就证明你不进步 不团结 证明你低级 那这就是 背叛党 背叛党 所以说呢 他是没有这样一个制约的 他没有这样一个制约 他就是从上至下的 这样的一个统治 从上至下的 这样一个统治 那么在这个时候 北大的这个树洞 他居然 他自己 在北大的学生里面 发展出这样的一个 能够自行交流 资讯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这当然是心腹大化 心腹大化 心腹大化 你可以这么想象 就是说在所有的北大学生 我们假设北大有2000名学生 这2000名学生里面 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思维的走向 是由团委来控制的 团委来帮扶这些共青团员 来控制这些共青团员 你们想的必须跟党一致 那么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 这么一个论坛 这么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偷偷的交流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说的小圈子 小圈子 小山头 你们知道什么叫小圈子 小山头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就是共产党 他要在任何的组织里面 都安插人 来控制 影响 监控你 对不对 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 这2000人里面出现了 比如说 另外的那么一个地方 你知道 他们偷偷的去开会了 你知道吧 他们偷偷的去开会了 他们白天跟团委开完会说 每个人都说 我们接受党的领导 我们跟随习近平主席的指示 然后晚上 偷偷的这些人 跑到那个屋里面去开会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最可怕是在这个屋里面 开了会说了啥 你不知道 团委不知道 他是匿名的呀 他是匿名的呀 有的人在这里面偷偷的说 习近平胡扯 对吧 他骗人 对吧 完了 说这个话的人 到底是谁的抓不出来 他不知道是谁说的 匿名的呀 匿名的 在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面 这两千名北大学生 开始交换信息了 你知道啥 你知道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吗 你知道白纸革命吗 完了 完了 对吧 所以说他必须把这些人 给 必须把这个圈子 给控制住 他要么把这个圈子拆散 要么把这个圈子 收到手里 收到自己手里 这就是 这就是共青团 他做的事情 共青团他做的事情 他确保共青团 他的成立的目的 就是他确保 所有中国的年轻人 甚至世界的年轻人 共青团 他成立的目的 就是确保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青年人 都跟中国共产党 想的一模一样 简而言之 大家就这么理解 共青团成立的目的 就是让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青年人 都跟中国共产党 想的一模一样 所以有人到现在 都还问我说 徐先生到底是好人 还是坏人 那么我没有办法说 他是好人和坏人 我只能说 徐先生 他认为 共青团的理念 与他本人的理念 那可能 有一些相似之处 使得徐先生 可以非常开心的 非常骄傲的 去为共青团 相关的社团服务 那因为徐先生 除非是一个为了钱 没有任何这个价值的人 这个我不认为 徐先生是这种人 徐先生很明显 是一个有自己的价值的人 如果徐先生 没有自己的价值 就不会去做善事 那一个有自己价值的人 那还去为 共青团相关的社团服务 那么想必是 共青团的价值 有一部分 我们说至少是有一部分 哪怕只有1% 也是一点点 跟徐先生的价值 是配合的 那只有这才能解释 为什么一个有价值的 善良的 像徐先生这样的人 会为共青团 相关的社团服务 好吧 那共青团的理念中 有一点点 哪怕是一点点 跟徐先生的理念重合 那徐先生呢 也想以这样的理念 去说服 跟共青团的理念 不合的人 比如说如果我 比如说我 我说我讨厌共青团 我讨厌共青团 所代表的所有的 共产党的这些理念 那徐先生就会说 你误会了共青团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我们是做善事 我们是做好事的人 那么如果徐先生 能够把我说服 徐先生把我说服 那么把我说服的过程 我们简而言之 可以称之为统战 我们可以称之为统战 因为统战 我跟大家讲 它的本质 统战的本质 就是让别人想的 跟你一样 统战的本质 就是说 在一个圈子里面 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 原本在一个圈子里面 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 有人喜欢共产党 有人对共产党毫无了解 觉得自己是中立的 我是政治中立的 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 我对共产党不了解 那统战的目的 就是说 在这个圈子里面 安插某个共产党的人 想的跟共产党一样的人 让他去影响 这个圈子里面的其他人 让讨厌共产党的人 变得不那么讨厌 比如说我 他能说服我说 共产党也在做一些好事 我们救了 我们每年救了多少人 对不对 我们帮助了多少穷困的人 对吧 我就觉得 好像共产党 没有我想的那么坏 对不对 讨厌共产党的人 会变得对共产党 不会那么讨厌 那本来觉得中立 觉得对共产党 没什么感觉的人 会觉得说 原来共产党是个 做好事的一个团体 他会有好感 那原本就喜欢 共产党的人 这个时候他就加入党 他可能加入党 那徐先生可能会问他说 那你要不要加入 我们这个组织 一起来为我们组织做事 那这是我想象中的 一个对话 这个对话并没有 真实的发生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如何定义统战 统战归根结底 就是说 在一个圈子中 在一个圈子中 你让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想的跟中国共产党一样 想的跟中国共产党一样 那共青团 他如何让北大的学生 想的跟党一样 他很核心的 就是他现在在做的 就是他把这个树洞 给搞掉了 他把这个树洞 给搞掉了 给搞掉了 他是怎么搞掉的 我给大家讲一讲细节 因为说细节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说来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李老师 不是李老师发的 他说他首先 你看他又是隔一层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那种绵密啊 他不是只对台湾 你们台湾千万不要觉得 只有自己是很 就是很被共产党很绵密的 去对待的 不是 共产党控制中国人民 绵密的程度 不下于对台湾 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大家觉得是谁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敌人是谁 大家觉得 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 知道吧 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 最大的敌人 所以你觉得他会在谁身上 花最大的精力 埋最最远的线 做最绵密的手段 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就是他下手的时候 他都他都不用团委 直接下手 因为团委你听着 共产 共产青年团 北京大学委员会 这名声不就脏了吗 名声不就脏了吗 他下手 让谁下手 说 团 北大团委 下手 有一个叫做青年研究中心 听见没有 青年研究中心 你一听以为搞学术的呢 你一听以为搞学术的 哦 研究青年的 青年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中心是干嘛的 负责校内舆情和言论平台的管理 负责校内舆情和言论平台的管理 就是管理员 就是他确保 这个群体里面 所有人都不能说出 跟党有违背的话 哦 那 说之前的北大树洞 完全由学生开发并自治 后来是在青年研究中心的干预下 开发者被迫退出团队 哦 怎么怎么怎么被迫的呢 很简单嘛 你要是不退出团队 哦 你就不用念了 你不用念了 对不对 你还要不要你的北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毕业证 哦 你还想不想保研 想不想就业 树洞和BBS的删帖和管理就落入了青年研究中心手中 所以他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他第一步并不是直接接管 因为他知道直接接管 人民会反弹 他第一步是什么 他第一步是说先是删帖和管理 他能够把所有说不该说的话的人 先删掉 先删掉 让这些的言论消失 消失 大家在台湾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绿营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就是透不过气的感觉 就是你无论喊的多大声 这个声音 他没办法浮在媒体上面 无论你喊的多大声 别人都听不到 是什么 删 删 这是第一层 删 所有说的不中听的话 一律删 然后青年和团委 还曾通过封锁稿件 操纵选举等方式 强制接管校内媒体平台 他们北大搞校园媒体 校园媒体 他怎么弄 封锁稿件 删 对吧 操纵选举 你这个校内的这个媒体 本来是应该通过选举 选出来的 来办媒体的这些人 操纵选举 包括不限于校报 北大青年 校刊 此间等等学生社团 把学生社团通过操纵选举的方式 搞掉 换上自己的人 后你看他们这个过程 他有多细致 你们看一看 这个过程他有多细致 比如说他已经隔了一层了 对吧 他是以团委下边的青年研究中心 去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他仍然他的手法是细腻的 我们常常说中共手法细腻 这个戏你戏在哪里 你看戏在这里说 北大树洞 19年的时候 刚开始 青年打着关心 你的关心 保护我们的同学的名义 对发贴内容进行审核 他上来他绝不说 你们搞小团伙 你们搞小圈圈 对吧 你们说了一些 我们不中听的话 我们要把你们搞掉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们跟侯友仪是一样的 有没有 好好做事 好好做事 懂吧 他不会说坏坏做事 他是说好好做事 好好做事 那所以说呢 青年说 关心你的关心 保护我们的同学 保护你 保护你 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 圈在家里三年 然后突然无预警放开 那说这个特效药 辉瑞特效药太贵 不能进入医保 说中国8号那天 一天只死了三个人 因为新冠肺炎 只死了三个人 这都是保护你 知道吧 保护你 国民党 国民党在保护你 国民党说 票投民进党 青年上战场 票投国民党 两岸无战场 国民党在保护台湾人民 在保护台湾人民 知道吧 然后呢 说关心你的关心 保护我们的同学 删除了很多 见证内容 见证 就是键盘 谈论政治 简称见证 然后呢 随着时间的推演 删除的尺度越来越低 就是一开始 他还不敢下手 把所有都删掉 他一点点做 他一开始删那些个 可能是骂人的 然后再删 那些 怎么怎么样的 一点点往下删 然后说 甚至到最后 你只是抱怨 课程 设置不好 都会被删贴禁言 就是说你抱怨 北大的课程的设置 不合理 都会被删贴禁言 所以说 完全成为维护 校方利益的打手 完全成为维护 校方利益的打手 那 说就是当时 北大去年11月底 有一个大字报事件 就是一种反抗 大字报事件 当时学生代表 与校方沟通的诉求之一 就是要求青年 公开删贴标准 禁止随意删贴 校方当时表面上 答应了这一诉求 风头过了之后 就重新冷处理 甚至加强了 树洞上的删贴强度 最疯狂的时候 100个树洞 会被删掉30个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很多人就说 就是习近平在 这一次白纸革命之后 不是退让了吗 不是放开了吗 我一直就在等 习近平的反扑 我一直在等 习近平的反扑 就是这不是习近平的 刑事风格 这是共产党的刑事风格 共产党是 他是退一步前两步 退一步前两步 我一直在等习近平的反扑 啥时候来 你知道吧 就是他当初整香港 不就这样吗 说反送中 退回来了 回头给你一个国安法 对吧 就是这样的 那你就是 就是这个 所有共产党的机构 他们刑事风格都一样 都一样 就是说表面答应 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 他答应 然后风头过了 马上加强 加强删帖 然后有人说 这个 这里 说 除了北大树洞之外 北大团委还会派专人监控 卫明BBS 就是北大 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校内BBS 通过行政手段 施压BBS管理人员 要求删帖 派遣团委人员 伪装成热心学生 竞选BBS管理员 安插核心的干部 进入这个组织 伪装成是群众 就是说 干部伪装成群众 大家首先要懂 就是共产党的语言 干部就是他们的核心人 核心的人 可靠的人 知道吧 可信的人 可靠的人 信得过的人 真正支持党的人 他们是干部 那普通老百姓是什么 是群众 是群众 但在任何一个群体中 都会有干部和群众 干部和群众 共青团员去了一个农村 搞农村工作 那么这个共青团员就是干部 农村老百姓就是什么 是群众 那这个共青团员回到北大 那他作为团员 他就是群众 那谁是干部 团委就是干部 但是干部常常伪装成群众 在群众内部 来抢夺 本来应该是为群众 设置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权利 干部伪装群众 那是 然后呢 就譬如说 医学部版面 曾经的版主 就被人挖出是 团委宣传部的在职员工 宣传部的在职员工 团委宣传部在职员工 伪装成热心学生 竞选群众的这些职位 就是他不放过任何可能的 控制你的渠道 所有的县都给你控制好 控制好 说派水军在版主竞选中投票 在版主竞选中 是水军在投票 对于不是亲定候选人的竞选者 如果是在校学生的 会威胁退出竞选 对已工作的或在海外的 也会派水军故意投反对票 控制不了的就上水军 控制得了的威胁退出竞选 威胁退出竞选 然后说 这位投稿的人说 有一次他参加社团活动 四个人一起在西门 你肯定是北大的西门附近等人 保安怀疑他们是非法聚集 要求查看活动的举办申请 树洞上曾经有句玩笑话 说北大是目前国内镇压学生最专业的学校 镇压学生最专业的学校 这是一个学校啊 这是北京大学啊 这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学校 它是如何透过 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种种的手段 确保北大好比说是2000名学生 这2000名学生 人人都跟党想的一样 人人都跟党想的一样 人人都不可能有跟党不一样的想法 它是靠着这些手段做到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 就这个20岁的这个女孩 让我觉得有希望 有希望 她是活在那个空间里的人 她是活在那个空间里的人 然后当她出来之后 她发现说事情不对 她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 她没有对抗性的说 就说你们都有问题 你们都有问题 她没有 她试着去理解说 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和韩国人 他们就能够跟外国人正常对话 为什么她就对话不了 为什么她就不行 为什么她活在了另外的一个世界里面 她为什么活在一个另外世界里面 那所以这是有希望的人 没希望的人是什么样的 这个慕容雪村 吐槽了一个没希望的人 说 说某些华人住在法拉上 不讲外语 对所在的事物没兴趣 从中文媒体和自媒体中 获取信息 看微信公众号 听优管评书 相信荒诞不惊的故事 然后呢 说 她说她住在美国 她其实不住在美国 她住在法拉上 就好像有些人她住在台湾 但她新活在中国 新活在共产中国 这是很大程度上 你会觉得她没救的人 这是真是没救的人 那真是没办法 你把她捞不出来了 但是你们知道 就是说 我觉得 所有切身利益 受到危险的时候 还能往外站的人 这都还是有希望的人 威瑞的特效药 我刚才不说 就是不列入医报嘛 那然后呢 这个司马南 她就是经常发表极左和反美言论的司马南 1月6日在自己的微博上称 在街上只说了一句 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 就被人拉到胡同里面殴打 被人拉到胡同里面殴打 她为什么呢 对吧 因为现在中国人民死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想要新冠的特效药 然后新冠的特效药呢 中国共产党说是太贵 说是好像一盒两千块人民币吧 其实并不贵 就是其他国家 这个辉瑞开价更高 因为肯定是中国人口多嘛 你销量多自然便宜 就好像台湾为什么买疫苗 会比别的国家买的贵 因为你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嘛 对吧 你去买衣服 说三件打八折 你不可能一件打八折 对不对 你买三件打八折 你买三十件打五折 对不对 那你没有哪个人说你一件也打八折 对吧 这就是你批发便宜嘛 那所以说呢 辉瑞给中国报价是两千块人民币 已经便宜了 其他国家三千四千五千人民币的都有 那但是中国说还是贵 还是贵 这个中国的韭菜 人矿 不值得中国政府出这个钱 我这里要特别说 就是我直播的时候说 被中共控制的陆配 被中共视为是韭菜 人矿 卫生纸 那有些朋友认为我这是对陆配的一种侮辱 我这里特别的来说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人矿也好 韭菜也好 卫生纸也好 这都是中国人民自己 自己说自己的 这就是 这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的陆配 你当然是普通人 但如果你是被中共所控制的陆配 你是被中共所控制的 这个 一个材料 就中国人民自己嘲讽自己 说自己是人矿 这个我没有侮辱陆配的意思 我没有侮辱陆配的意思 是中国人民自己 说自己是韭菜 人矿 好吧 那就中国共产党认为说 他不值得为这些人矿 出一盒两千人民币的 这个救命药的钱 那这个事情 当然中国人民 至少是还想活下去的 中国人民是很气愤的 所以呢 就殴打了司马南 因为司马南说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 就殴打了他 所以说这是 这是你救的人 就至少他的利益 伤害到自己的时候 他还知道反抗 你譬如说那个 四川重庆大渡口 那是不经员工协商 裁员了一万多人 因为是没有做抗原的订单了 那两万多名员工上街抗议 跟这个警察都起了冲突 现在中国有很多厂家 因为他们失去了各种订单 之类的 那他们都在跟 就是跟警察 跟这些企业在起冲突 那包括郭台铭的 那个富士康事件 就是这都是还是有希望的 你知道吗 这都是有希望的 你们还没有见过那种 真正没希望的 就是我们家族里面那些人 那是真正没希望的 就是说 就是听说我们家族的 那个老家的那个村子 那已经买不到棺材了 已经买不到棺材了 就是死人死到 已经棺材铺 已经没有现户的棺材了 那然后告诉我们 这些讯息的那个人 是笑着说的 就是笑着说 哎呀 人老了 那不就是该死了吗 人老了 那不就是该死了吗 对 大家不要觉得 他是个很坏的人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 他是很坏的人 就是他自己死 也是那样的 就是说 我记得好像他前些年 就是尿血 就是尿血 那就不去医院 不去医院看 就说那如果是大病 也治不起 就去看 如果是大病 就是等死 也治不起 那去看干嘛 那如果是小病 那自然慢慢就会好 所以说 归根结底 没有看的必要 就是归根结底 没有看的必要 如果是大病 那就不治病 等死 那如果是小病 那熬着就好了 那既然如此 就有什么看病的必要 所以他尿血 也没有去看病 然后他的儿子 那小的时候呢 是差一点残疾 也不去送医院 后来说 我妈实在看不下去 觉得一个小孩子 那不到十岁的 一个小孩子 那就一生残疾 我妈实在是看不下去 你知道吗 我妈实在是看不下去 那个时候 我们家也很困难 但是就把这个小孩子 接到我们家 去治疗 最后这个小孩子 后来没有残疾 就是如果我妈 不把他们这个孩子 接到我们家治疗 这个孩子就一生残疾 一生残疾 但是你说 他对这个孩子不好 不是的 不是的 就是说 就是现在 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 就是都是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的事情 这个孩子现在长大 也结婚 也生孩子 然后他们一家的生计 其实都是 他的这个父母 非常辛苦的去劳作 非常辛苦的去劳作 给养 养他的这个已经成年 结婚生子的 这个孩子的 这个这个日常生活 对 所以说你说 他不爱他孩子吗 他其实 他其实为他孩子的付出 是不可想象的 你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吧 就说你说 你说让我妈 就说来养我 我妈会觉得说 凭啥 对 他会觉得 你三十好几 对吧 你一个成年人 你有手有脚 对吧 凭什么让我来养你 对吧 更不要说养我老公 养我孩子 虽然说我是没老公 也没孩子 但是我相信我妈 这辈子也不会说 没关系 我养你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但是我妈 不会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 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我残疾 不去送医院 那是不可能的 我妈倾家荡产 倾家荡产 她也一定会给我治病 对 但是我们家的人 就是说 她这个小孩子 残疾是OK的 可以的 没有问题 可以的 反正她自己 就也是 就是不治病的 那然后 她身边的这些老人死了 就是说 年纪大了 死了就死了 还笑嘻嘻的 这样说 就是 这些人 是中共的底盘 这些人是中共的底盘 这些人是坚决支持习近平的人 这些人是坚决支持习近平的人 这些人是真正是没救的人 没救的人 所以说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 我看这个 这个中国 这个大学生吓傻了 这个我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他们还有救 他们还有救 他们第一个 他们能认识到说 两边不一样 他能认识到说 这个外国人 不是每个都说 Wow You come from China 就是 他能知道 他能感觉到说 外国人不是那样的 他以为外国人 每个人见到他 都会说 Wow You come from China 对不对 但他能感觉到说 原来大家不是那样看他的 他能感觉到说 中国不是他想的那个形象 日本和韩国的形象 比中国好 他能感觉到 他还能觉得 这不是外国的错 你看他从头之尾 他没有骂外国人 他没有骂外国人 他就是不解 他觉得说 我们中国的宣传机构 做得不好 没有去好好的 把中国宣传出来 他没有仇恨这些外国人 说你为什么不喜欢中国 你不喜欢中国 你有罪 对不对 所以说中国的年轻一代人 是有希望的 有希望的 就是说 真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人 比那些一生一世 住在法拉圣的 只看微信的人好 一生一世 住在法拉圣 只看微信的人 或者是 至少是这些 就是说当自己被裁员 还知道上街抗议的人 那他们怎么 都比 就是我家人 这样说 老人死了就应该 那要好得多 要好得多 所以说 我不是来嘲笑 这个中国女孩的 我是来觉得 很有希望 还有希望